配速 配速 我們英文經常說 Pacing 比賽時要跟著自己的 目標去跑 尤其是在長跑 如果你時快時慢 體能消耗是多很多 盡量以平均的速度 根據自己的能力 跟著自己的Pacing 去完成這個賽事 量度者配速 其實我們可以測試 有些公式的 例如試一下跑一下 1600米 根據你的時間 放入公式 就知道我大概10K的Pacing 是多少半馬 是多少 比賽的Pacing 是重要的 是因為讓你身體 去習慣這個Pacing 到比賽的時候 你能夠發揮出來 假設以7天來做一個program 當然不會經常都用比賽Pacing 因為比賽Pacing 其實是吃力的 累的 可能就是 一個星期有兩天 是會比比賽Pacing的訓練 我說的Interval 或者Tempo 另外有一天是長課 會慢比賽Pacing 慢慢去到比賽Pacing 令身體去感受比賽Pacing 用這個Pacing去維持長一點的時間 這個long run 就非常之重要了 有三個階段 一個是起跑階段 一個是逃中跑階段 一個是衝刺跑階段 一個是衝刺跑階段 起跑階段 通常是感受自己身體 慢一點 不要緊 千萬不要快 到中途跑階段 也是維持著狀態 到最後衝刺跑階段 盡量用盡自己的能力去完成 當然中間你可以調整 因為有時候可能天氣因素 甚至乎環境因素 也會令你跑得快 或者慢 但當然調整 不要調整快 調整就是調整慢 記住一件事 過了一公里 下一個公里 就從頭來過 就不要因為前面那個公里 慢了 下一個公里 就要快點補回之前的公里 就不要這樣做 總結來說 其實我們的配速 一開始不要過快 要留前鬥後 有很多跑手 一開始就會很急 因為大群人一起衝出去 就會很快 但記住 一定要根據自己的標準 不要過快 另外 比初級的跑手 完成整個賽事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所以希望大家 就根據自己的標準 在練習的時候 盡力做好 在比賽的時候 就可以開心發揮